军装当街开罚单惨遭小弟挑衅 重案组耀瑟亲自调解 却被当众嘲笑 老大怀抱美女假装配合 却又故意将车钥匙掉进下手道 耀瑟看到对方想走 立刻上前拦截并露出配枪 开始整顿职场 新来的徒弟立刻有了反应 想要吐出来 而耀瑟则是 为了大靠黄赌毒发家 仇人无数遭遇仇杀也并不意外 看着耀瑟独自坐在海边喝闷酒 大家还以为是因为破案压力太大 可下一秒他却直接跳进了海 就在耀瑟参加完女儿的家长会后 有人给他的传呼机 留下了关于凶手的线索 他说凶手将卖正红 给阳光要留下凶手线索的究竟何人 要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会改变自己的意识 陈伟廷新剧刚开播就冲破热搜 一棒被人敲晕 居然来到25年以后 看着眼前大厦林立车辆人群穿流不息 让他心里惶恐不安的同时也无比好奇 前一秒钟自己的妻女刚出车祸被撞成重伤 下一秒他就在追凶现场穿越来到了25年以后 看着眼前寂寞生又熟悉的乡党街 他依稀记得当时抓到连环凶杀案一犯麦志红 可他在审讯期间却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阳光要听着他一堆反社会型人格的言论 断定这个人不光只是变态杀人魔这么简单 但却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杀人最终只能无罪释放 随后在每日的跟踪之下 他发现可就在这时命案却再次发生 看着眼前的这名消防员又被同样的方式杀害后 耀瑟再也忍不住的来找到迈志红 一脚踢翻他喂狗的斗盘 然后表示一定会将他绳制一槽的自己头上敲去 直到他敲得头破血流耀瑟在 就这样耀瑟被逼交出了证件和枪械强行放打架 却在照顾出车祸的女儿时 收到了迈志红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消息 为了尽快破案 耀瑟独自来到案发下水道 一路追击对方来到一处大厦内 就在快要追到凶手直到电梯时 却被人一棍敲晕 一通电闪雷鸣后 杨光耀就这样意外穿越到了2018年 他发了疯似的跑回穿越来的电梯 试图想要回到过去 可无论他怎么尝试都始终不能如愿 就连一旁的保安大爷也看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嫂子 别再玩电梯了 尝试无果的耀瑟来到记忆中的酒吧打探消息 却在这里意外遇到了警方卧底直发扫 就在要查看身份证时耀瑟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立刻联系上了之前光耀的师傅叶瑟 你失踪了二十多年 又突然出现 怎么向人解释 陈伟廷新剧刚开播就穿越到25年以后跨时空机凶 紧接着就来到了2018年 他以为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这部电梯 可当他一次次的冲到楼顶企图通过乘坐电梯的方式回到过去 却一次次的以失败告终 渐渐的他明白了只有找到当年一范麦志宏弄清整个事件的真相 他才有可能回到过去 可事实却摆在眼前 杨光耀希望能以警察的身份继续留在警队追寻线索 可叶瑟却说这是违反规定 曾经的徒弟说他最近有个绝密卧底牺牲 正好可以让杨瑟顶替对方的身份 于是从1993到2018年 地旁的张瑟在看到陈家乐的履历时 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神情 难道杨瑟的真实身份已经对他给猜了出来 叶瑟将杨光耀带到曾经的家中 不是打电话难道用来拍照啊 就在徒弟准备教他如何使用手机 铃声却响了起来 然后接完电话就告诉杨瑟他破了记录 没用的 别的东西 因为他发现死者洗澡时上半身的衣物离奇消失 而且在家中还发现了最新型无针注射器的单据 为了能尽快发现麦志宏的踪迹 张天明让杨光耀和陈凯琴一起去找犯罪心理学方面的 权威专家分析一下 而当周医生看到杨光耀时 表情明显有了变化 但转瞬即逝立刻就恢复了正常 痴性美女一眼就看出了眼前的男人是穿越而来 但他却选择默不作声 还帮助对方分析一番轨迹 最终在他的帮助下 两人成功发现了一番失踪前去过母亲的葬 还和亲姐姐发生了矛盾 对于这个从小就表现出极端变态心理的弟弟 姐姐一看见就没有好脸色 可当听到女儿被他给绑架后立刻就追了上去 杨光耀和陈凯琴沿着女人失踪的路线一路寻找 最终听到导游说后山有个废弃遗址 长年无人问津 杨光耀分析麦志宏很有可能绑架了姐姐和他女儿藏在此处 陈凯琴让他站着别动自己去叫支援 可要死又怎么会听他一个小丫头的话 拿着枪就独自一人冲了进去 果然在屋内发现了被绑着麦志宏姐姐和他女儿 正要上前解绑 却被麦志宏从后面偷袭 麦志宏趁机想将母女俩截走 可当出来看清杨光耀的面容后直接露出了震惊之色 紧接着什么也不顾地逃离了现场 刚走出门口就遇到了赶回来的陈凯琴 陈凯琴拿着枪让他转过身去跪在地上 却在靠近想要控制时被对方反击打掉了手枪 正当他捡起手枪想要继续追击时 却被人从身后一棍打晕 而这个人竟然是杨光耀的师父叶瑟尔 他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又为何会阻止二人追击麦志宏的行动 我站起来没追几步 就被人从背后打晕了 最重要的是人没事 你不应该擅自行动 我擅自行动 陈凯琴和杨光耀原本就因为理念不合而时常发生矛盾 这次因为抓捕麦志宏失败二人更是闹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时二人却被告知 经过法医尸检发现玉刚师兄马芙蓉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而在当天这个时间段 麦志宏的姐姐却断定他弟弟当时就在他身边 因为手表上的闹钟是他之前为了奸女儿放学亲自设定的 那么就说明杀害马芙蓉的凶手不是麦志宏 为了查清事情真相 杨光耀又一次回到废弃小屋想要找寻线索 却没想到麦志宏早就猜到了他会回来 提前在地上放下了一部手机 麦志宏 麦志宏表示能再次见到他真的很兴奋 25年前暂停的游戏终于可以继续 他让阳光耀好好的保存这部手机方便联络后就挂断了电话 而当夜色知道他擅自行动还获得了可以和麦志宏沟通的手机时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阴晴不定 男人看着电脑中的图片总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1282过后会是1284 中间的1283去了哪里 83拍得不好看 删了 将被删除的照片恢复后 赫然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跟25年的连环凶杀案死者一起拍过照 于是他来找到另一位拍照者想要打听两名死者之间的关系 可看到照片后对方却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没想到横跨25年的两起连环凶杀都跟这栋曾经发生过大火的景顺大厦有关 而当初这场大火不仅造成了多人死亡 而且最终经过勘验被定为意外失火 当时负责勘验的消防员也在发布报道后不久也死于麻醉针连环凶杀 至此横跨25年死于麻醉针的6名死者其中已经串联起了3人 而更奇怪的是 马芙蓉在死亡那晚被证实跟求叔一起吃过火 但经过尸检却并没有在对方的胃里发现任何残忍 这就足以推翻马芙蓉7点半到9点的死亡时间 而正常人消化胃中食物的时间至少需要4个小时 那就说明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以后 邓鸿发在一年前因为爬山意外坠亡 可作为为村人的邓鸿发应该也十分迷信 如果是自杀的话之后肯定进不了祠堂 所以可以排除自杀 再加上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带着宝药 却唯独在爬山当天自己一个人来到山顶 邓鸿发的死亡也透露的蹊跷 这个男人20多年前爬山出意外死 他出事前也没有回来过 阳光要来到邓鸿发老家的祠堂 希望能发现新的线索 没想到却在这里的排位上意外发现了 当年惨死家中黑老大的排位 难道这两人也认识 没想到邓鸿发会有严重的恐高症 那他登山爬上悬崖拍照意外跌落的事情 就更加显得可能 之后陈凯晴在翻看照片意外发现了 合照的后面居然有一座坟 而坟上的名字正是死者邓鸿发的笑 原来邓鸿发因为迷信埋下了生机 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败尽 所以如果有人趁着保镖被邓鸿发支开的空隙 悄悄跟着他上山直接一把将棋推了下去 也完全说得通 这是今年我见过最敢拍的道具 陈伟霆双时空追凶却被嫌疑人牵着鼻子走 每当快要抓住对方的时候都会前功尽弃 而凶手更是嚣张地留下手机 只要想他了都会随时打来电话 就喜欢看你想抓我却又无能为力的憋屈表情 阳光耀被问得哑口无言 穿越25年的他一心追凶想要回到过去 却忽略了妻女如今身在何处 虽然被麦志宏挑衅得很生气 邀思尔还是趁在视频的时候 截屏下了对方背景上的一串数字 然后查询到了这串数字对应的所在地 阳光耀立即赶去希望能抓到麦志宏 可等他抵达石屋内早已人去楼空 而在现场发现的一份就报纸 更是让阳光耀如遭雷击 原来他苦苦寻找的妻子早在20年前 就已经意外被车撞死 而女儿因为目睹了整个过程 留下了严重心理阴影 在心理医生的逐渐干预下 才慢慢地往了过去 被送到了当时的孤儿院 最后被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夫妇收养 阳光耀十分生气来找到刘瑟当面之舞 为什么要隐瞒真相 为什么当年没有帮自己 好好照顾他们母女俩 叶瑟的话让阳光耀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怪任何人 他心灰意冷地拿着妻子去世的报纸 来到自己曾经穿越而来的那栋大墓 强行扒开了顶楼的电梯 然后想也不想地直接跳了下去 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强行回道过去 让人没想到的是他还真的成功了 看着熟悉的街景 阳光耀疯狂往家的方向跑去 他要自己的妻子活着 现在什么狗屁案件都跟他无关 看着还在张贴寻人启事的妻子 阳光耀如梦似幻地上前胆怯 轻声地叫了一声老婆 生怕这一切都是幻景 可就在他努力地报警 妻子和女儿想永远不松开的时候 一把尖刀突然刺到了妻子的身上 麦芷红那张脸就如同梦眼一般挥之不去 突然惊醒过来的阳光耀 才发现刚刚的一切不过是梦境 回到现实中的他感觉到 心底最重要的东西 已经轰然坍塌变成废墟 这种感觉就像灵魂被慢慢抽离 却又无能为力 为了安慰阳光耀 叶瑟告诉他女儿 已经被加拿大的一对夫妻收养 还写下了加拿大朋友的电话 可以联系他帮忙在那边寻找一下 而就是这张纸条 最终让夜色黑警的身份暴露 在了阳光耀的面前 就在阳光耀跪在妻子面前 忏悔发誓要找回女儿的时候 他在警局却发现了 和他一直不对付的女警 陈凯晴左臂有着和女儿一样的伤疤 干嘛 看着陈凯晴手上的疤痕 阳光耀猜测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他买来女儿曾经最喜欢的蛋包饭 可对方却完全没有兴趣 阳光耀还不死心地问他 他手臂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 陈凯晴却说是小时候家里起伙 不小心烦了 家里起伙是重点后面会狗 凯晴 妈咪 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周医生会是陈凯晴的母亲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就在他还在想着这些的时候 他和麦志宏单独联系的电话 被张思儿给发现了 就在二人争吵的时候 跟麦志宏联系的手机正好响了起来 张思儿看准时机一把抢过去接听了起来 也正是这个电话 坐实了张思儿之前猜测 杨光耀身份有问题的怀疑 陈伟廷新剧没想到这么快 真实身份就被人试破 更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 就是当年亲眼目睹 消防员父亲被杀害的孩子 我答应你 一定帮你爸爸抓到凶手 杨光耀并没有忘记 当初答应他将凶手绳之以法的诺言 但现在得知妻子车祸意外死亡后 他更想先找到失踪的女 而且身边刚发现了一个合理的怀疑对象 我怀疑凯晴就是我女儿 为了帮助杨光耀 张思儿找借口来到陈凯晴家中 然后紧接着假装接到他的电话 说有紧急案情商谈 张思儿没办法只能把他约到陈凯晴家中 却没想到还没等他答应 杨光耀就迫不及待地敲响了房门 来泡杯咖啡 来到阳台 张思儿把陈凯晴小时候的相片 拨递给杨光耀翻看 果然陈凯晴小时候和他女儿长得一目一样 这一刻杨光耀激动得难以自知 原来命中注定的缘分 早就将妇女二人牢牢绑住 回想着二人初次遇到 就成为欢喜冤家的场景 杨光耀哭笑不得的脸上 也竟显幸福的神情 然而他并没有当场和女儿相认 而是独自来到当初女儿长玩的公园散心 回想着当初幸福的三口之家 杨光耀感到有些茫然 自己追寻真相的做法是否正确 这时得知此事的刘瑟来到公园 安慰起了杨光耀 而从之前福利院社工处得知 女儿星瑶当初樱幕 母亲去世场景不愿接受 选择性示意忘记了过去 这么精彩的剧情 一定要找个女朋友一起观看 此时恰好有一对夫妇来福利院 想要领养一个孩子 而这对夫妇就是法医陈子俊 和心理学家周曼仪 虽然不能指定领养谁 但他们二人却提出 必须是个女儿 就算有点心理问题也无所谓 因为周曼仪就是心理学家 福利院按照二人的要求 对号入座的将心理有问题的 小女孩杨星瑶安排给了他们 然而这明显针对性的收养 背后却透露着巨大的阴谋 得知周曼仪夫妇二人 他就已经心满意 虽然杨光耀没有主动和女儿相认 但还是找查案的借口 把陈凯琴叫到亲生母亲坟前祭拜 看着对方不情愿的表情 杨光耀此刻也是有苦难言 九三年的谨顺大火 造成了几十人丧生 侥幸活下来的人也是生不如死 为了查清火灾真相 杨光耀等人继续追查着案情 虽然当年负责该事件的黑鬼天 意外死于家中 但如今他的地盘和事物 都由之前的小弟盲彪负责 而今晚盲彪会在元朗祖饭局 来参加的人应该或多或少 都和之前的事情有关 于是杨光耀和陈凯琴这对妇女 连夜开车赶到地方监视 看到女儿一直咳嗽 耀瑟贴心地拿出罗汉果热饮 简直跌改失足 我不喝罗汉果 看到里面所有人员到齐 陈凯琴戴上针孔摄像眼睛就要混进去 看到他在摆弄高科技 杨光耀简直眼貌精心好想拥有 黑警做梦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被自己徒弟给摆了一刀 看着眼前被踢倒的假人 叶瑟不明白天衣无缝的计划 哪里出了问题 原来叶瑟早在25年前就已经垫解 身后更是有着一个神秘幕后老板 不择手段拉拢叶瑟只为了掌握 警局内所有警务人员的详细资料 但这里面却没有杨光耀的信息 非凡哥找到叶瑟质问他原因 但奇怪的是叶瑟似乎是故意不把杨光耀的 真实信息叫的他们 另一边杨光耀等人终于发现了 麦志宏藏身的地点 但却始终晚到一遍 不过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 他们在天楼发现了麦志宏的鬼话府 上面不光有他这么多年所杀的每一个人的画像 而且还有他即将动手的下一个目标地点 杨光耀等人立刻赶往这所小区 却没想到他们所有的对话都被叶瑟给监听到了 他立刻打电话给幕后老板 让他马上安排杀手前往实施灭口 然后打电话给杨光耀等人 让他们立刻赶回警局开紧急会议 眼见麦志宏就在眼前 杨光耀让张天明无论如何都要先去抓麦志宏 在他苦苦哀求下 张天明也答应了下来 可当几人赶到时 却发现麦志宏已经被两名杀手给逼的穷途陌路 还好他们及时赶到 麦志宏才幸免疑难 正当他关上铁门想要逃走时 杨光耀及时赶到阻止了他 被枪指着的麦志宏根本不怕 还提醒他为什么每次行动都会暴露 麦志宏趁杨光耀犹豫的时候赶紧溜走 而他的话也引起了杨光耀的注意 在抓捕麦志宏行动中他的手机被摔坏了 于是便拿到店里维修 可当维修人员拆开他的手机时 却说出了让他十分震惊的话 什么意思 你被人监听了 直到这一刻杨光耀才想起来 这部手机就是他刚穿越过来 使叶瑟尔送给他的内衣 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利用手机里的窃听器 故意说发现了新鲜的 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看叶瑟尔到底会不会来 叶瑟尔没想到杨光耀能发现自己 震惊至于看到他之身赶来没叫同事 原来当年他妻子在澳门输了几百万 为了还钱他偷拿了警队收缴的脏款 但这件事被邓红发知道当作要挟 逼迫他帮其做事成为黑警 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为 景顺大厦业主委员会的一员 然后故意将火灾变为意外 从这以后 叶瑟尔不光试图风光无限 也变得十分有钱 却没想到今日会被杨光耀给发现 你放我一头生路好不好 杨光耀最终还是心软了下来 答应给叶瑟尔一晚上的事件考虑清楚 然后自首 可当时间到后他来到叶瑟尔家中 却发现对方已经头部重弹倒地身 男人大口地吃着监狱里的盒饭 然后趁没人注意直接将勺子也吞了下去 喉咙被义务塞满顿时难受异常 紧接着他疯狂地敲打着墙壁希望引起注意 然后趁警方将他送到医院的同事 吐了自己和对方一声 等警察在厕所清洗十一拳将对方打晕 打开手铐趁机逃了出去 可来到外面才发现到处都是警察 好不容易找到唯一出口 却发现门已经上锁 而就在这时 他一直追查的连环凶杀一犯却突然出现 问他如今被人冤枉成凶手的滋味怎么样 原来昨晚在杨光耀发现叶瑟尔是黑警后 对方就在家中被人一枪爆头 赶来的光耀还被诬陷为凶手 再加上陈凯琴在光耀家中 发现了很多和自己有关的东西 而且还有那张将杨光耀和小时候的 他粘在一起的照片 这让陈凯琴一度怀疑杨光耀是个变态杀人犯 如果真是你杀了叶瑟尔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杨光耀被诬陷为凶手 为了查清真相才吞勺自救 而现在赶来救他的居然是追了几十年的杀人犯 麦志宏表示 既然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查出当年大火案的凶手 干脆就一起联手 但却遭到了杨光耀的拒绝 麦志宏听到也不生气 还把精心准备的大门密码便利贴给贴在了玻璃上 杨光耀这才能打开密码逃出去 出去后他第一时间返回叶瑟尔家中想要找寻线索 却发现已经戒酒多年的叶瑟尔在家中还留有酒櫃 这让他感觉十分奇怪 于是将酒櫃给拨开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盒子 而盒子里面装的是一副可以摄像的眼镜 正当杨光耀打开查看发现了地下钱庄的秘密时 身后的杀手直接将他给掐住脖子拉了出去 两人一番搏斗之下眼镜被成功毁坏 而这时陈凯勤也及时赶到 杀手这才罢手逃离 而被陈凯勤用枪指着的杨光耀为了追击杀手 情急之下向他说出了真相 我不是陈嘉静 我叫杨光耀 我是从1993年来的 面对杨光耀一番不着边际的话 陈凯勤感觉莫名其妙的同时内心却总感觉他说的是真的 以至于杨光耀想要再次逃离去追凶时 他并没有开枪阻止 直到杨光耀将当年一家三口拍的照片放在他的车上 看到那个和自己儿童时一模一样的女孩 陈凯勤终于动摇了 他回答家里打开电脑查阅起了当年关于杨光耀失踪的信息 却没想到被赶来送蛋糕的养父陈法医给看见 而陈法医脸上的表情也是瞬息万别 杨光耀根据之前从夜色眼镜中看到的这家饭馆 他推定里面的钱庄就在这附近 果然他发现有人经常一次性来购买大量的盒饭 他跟上去的同时陈凯勤等人也来到了这里 看着门口吃过的饭盒 再看到门顶异常的八卦筒 杨光耀断定这间房有问题 可刚靠近就被人用枪指头拉了进去 此时陈凯勤二人也来到这里 杨光耀趁不备拔出了对方的手枪 说要跟他们老板做个交易 看到屏幕上已经来到门口的警察 此时如果强干只会同归于尽 于是在请示老板后 大胡子同意了杨光耀的要求 杨光耀被对方带到路边 而眼前的这辆车正是夜色出事 当晚停在他家门口的那辆 杨光耀断定杀害夜色的应该就是这个大胡子 杨光耀被他用枪挟持带着来到 麦智宏躲藏的学校 说要拿夜色留下的证据 然后趁其不备开始反击 二人打斗弄出的枪响 立刻引来了对方同伴的注意 杨光耀趁机在对方裤包里 悄悄放了一个追踪器 然后故意打歪放二人离开 等到陈凯勤二人赶到后 取下这辆车上的行车记录 里面刚好录到了夜色当晚 被枪击身亡的画面 终于杨光耀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那是他杀了夜色 打开追踪器 走 几人一路追至海边 可追踪器的信号 却突然消失在了海里 没过多久信号 却再次出现在了警局 男人清晨醒来 手上湿漉漉的很是难受 拉近一看全是鲜血 坐起身来才发现 老婆已经失血过多而死 可明明昨晚二人 还开心地喝着红酒 自杀不可能那就只有他杀 经过法医检测 女死者脖子上同样有着针孔 明显是被注射麻醉剂 然后割腕导致失血过多而死 这和前面几起连环凶杀案如出一辙 男人惊魂未定地喝着咖啡 表情明显是知道 谁杀了自己老婆 但没想到老板这么狠 为他办事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阳光要让他赶紧配合警方 把谁是幕后老板交代出来 不然下一个很有可能死的就是他 男人洗完冷水脸也下定决心 说要上楼换件衣服 再跟他们回警局 可等了很久 却只听到楼上传来一声巨响 周围全是警察 居然还能行凶 而且既然要杀昨晚 为什么不动手 反而要先杀对方老婆 再加上刚刚明显故意隐瞒了死者所说的话 阳光要女儿的养父陈法医 当即就成了他的第一怀疑对象 陈凯晴让他工作不要夹带私情 或按讲究证据还有专业 但阳光要却让他看清现实 也被私人感情蒙蔽了双眼 他是第一个靠近史达志的人 不应该怀疑他吗 你想说什么 看到亲生女儿这么为不养父 阳光要的心里很不适自卫 但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陈凯晴只觉得阳光要难以沟通 可就在陈法医嫌疑最大的时候 他却在和陈凯晴分手开车的路上 被麦志宏给强行掳走 看到掉在地上的公文包和礼物 陈凯晴知道父亲出了事 经过调取监控 发现了麦志宏在迷晕陈法医后 开车一路向着吸引盘方向逝去 阳光要猜测他肯定是回到了 学校后山废弃的那个炮台 于是一路狂奔往那里赶去 当二人赶到时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 被麦志宏打伤的陈法医 并且在隔壁房间 阳光要还发现了 毒死士达治的同款毒药侵化 麦志宏还在日记本上 详细记录下了这么多年 所杀每一个人的资人 唯独空缺了第九个 在最后一页 还有一张女人的素描画像 虽然陈法医也成了麦志宏的目标 但阳光要依旧觉得十分奇怪 麦志宏那么狡猾 怎么会那么刻意 留下这么多线索 拿走一个背包需要花多少时间 他偏偏留下背包 而且里面有那么多线索 很明显他是故意的 经过麦志宏姐姐的指 二人很快发现了 麦志宏小时候 被人欺负遇到的白月光 而素描上的人应该就是他 请问这张素描 是不是你本人 请你回答问题 红年白月光的杀伤力 究竟有多强 事实证明 没有一个变态是天生的 小男孩从小性格内向 幸亏遇到了流浪小狗相依为命 可这天一向抠嗖的母亲 竟然给他夹了一块肉 看着放在一旁的项圈 刚刚还觉得好吃的男孩 瞬间跑到厕所狂吐 怎么了 养他不就是为了吃吗 他当作朋友的小狗 竟被母亲活活吃掉 而姐姐也把他当作变态 偷窥狂对待 本以为狗肉事件就此过去 却没想到第二天 母亲给他准备的午饭 又是狗肉 麦志宏彻底怒了 打翻的饭菜 不小心掉到了孝爸身上 一群人趁机开始 对他实施罢了 将狗肉不断塞进其嘴里 忍耐到极限 麦志宏彻底不装了 不光一口咬掉了孝爸的耳朵 并且发誓以后 谁再欺负他就干掉谁 班主任看到后 因为孝爸是孝祖的儿子 无问缘由就直接开除了麦志宏 从此他彻底开始黑化 当天晚上就打晕班主任 然后用刀割开了他的喉咙 看着鲜血不断溢出 麦志宏的心里 有了从未出现过的快感 而这一幕恰好被曾经帮助过 他的童年白月光给看见 25年后警方追查至此 却没想到他一口否认认识对方 幸好刑警杨光耀 发现了耳朵上的异常 冲进屋内用枪逼迫 麦志宏赶紧放了小朋友 这么晚才来啊 黄经理 不如我打抱你的头 麦志宏看到这么多人 心里也开始慌了 一把将小朋友扔了过去 立刻想要开车逃走 杨光耀飞身上前 溜进了副驾驶 二人一路缠斗 最终车辆被杨光耀逼停 麦志宏终于落网 为了能尽快破案 证明麦志宏就是凶手 警方找来心理学专家 周曼仪对其审讯 而周曼仪在看过麦志宏后 只要求给他一杯水 和一块窗口贴 你好麦志宏 我叫周曼仪 你可以叫我曼仪 麦志宏一开始 就拒绝沟通装容作哑 直到周曼仪看到 他不断抓手 被拿出了窗口贴时 麦志宏才被突破了防线 原来在麦志宏心里 还藏着另一个 想要保护的人 这个人也在他被人欺负时 递给他一块窗口贴 不光帮他补课 进行心理疏导 而且还和他成为了朋友 麦志宏亲切地叫他补习老师 周曼仪在得知这个人后 让麦志宏在纸上 将一块蛋糕分成三份 分别送给此生中最重要的 毫无意外 他将三份蛋糕 都送给了这位老师 可见他在麦志宏心中的 分量已多重 那么问题来了 周曼仪是怎么知道 一块普通的窗口贴 就能打破一个 变态杀人犯心理防线的 能不能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就在这时 刘瑟推门近来 将阳光耀穿越 带过来刀上的血迹 和麦志宏的DNA进行了比对 可结果却迎来终极反转 和你那把瑞士军刀上的DNA不吻合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DNA会不会弄错 DNA不会错的 太阳星辰本集迎来终极反转 即将写下的幕后真凶名字 在周曼仪看到前两个字母时 就立刻被他叫停 因为真凶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老功臣法医 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写下去 七个字母 他写了三个 他想自杀 不知是否是周曼仪的暗示 麦志宏在听到自杀后 立刻就用钢笔捅向了自己的脖子 最终他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而这只钢笔也是陈法医提前给他准备的 横跨25年的连环凶杀嫌犯麦志宏已经落网 并且在案件重组时向警方展示了作案细节 可当来到25年前天台杀人抛尸一案时 阳光耀却发现了蹊跷 因为当找来和当年严华一样重量的假人时 单凭瘦小麦志宏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将其扔到这么远的位置 这就说明麦志宏说了谎 当初一定有第二人在现场 而他拼命想要保护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补习老师 阳光耀摸出一份报纸说他描述当年死去补课老师的细节全都正确 但他不知道的是 当年报纸刊登他所拍戏的名字因为不小心而弄错 事实正如阳光耀所言 当年麦志宏去杀掉所有伪造谨顺大厦火灾是意外的参与人员时 全部都是这位补习老师授意 因为当初在麦志宏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 补习老师恰到时机的出现 给了麦志宏生的希望 他将其事做唯一的精神信仰和寄托 你肚子上的疤痕是你自己弄的 要报仇的人不是你 是那个补习老师 麦志宏豁出性命都要保护的人就是陈凯琴的养父陈法医 当年他有意接近问题少年麦志宏 就是想要利用他来报仇 陈法医批优麦志宏多年 为的就是训练他成为杀手去杀掉伪造火灾的那群人 而当自己即将暴露时 一只钢笔就成为了麦志宏下地狱的信号 太阳星辰解锁最新人物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麦志宏临死前写下的三个字母是陈法医事 一副带有相同字母落款的油画出现在了杨光耀的面前 而这幅油画的主人正是景顺大厦火灾慈善基金会主席桑大使 而这些油画之所以出现在警局 却和一宗毒品交易有关 张才有发现 麦志宏的意外自杀让杨光耀彻底断了追查景顺大厦火灾案的限制 而不知怎么的警方也在加快结案的速度 明知连环凶杀案有第二个凶手的情况下 还是召开发布会草草结案 而杨光耀却一直对麦志宏在审讯时自杀的事情耿耿于怀 企图通过录像回放来发现真相 可一向支持杨光耀的刘瑟这次却一反常态 让他不要再追查下去还将其调到了反黑组 而追查真相的事情只能暂时交给陈凯琴和张天宁来办理 慈善事业还准备在周六举办一场慈善化展 而芒彪则有些不一样 为了成为帮会老大 不惜请来杀手干掉了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虽然芒彪出现在了对手被杀的现场 而陈凯琴和张天宁也知道就是他杀了人 但却始终没有证据能逮捕对方 为了查到更多线索 陈凯琴决定伪装成战阶女去接近芒彪手下 可看到女儿穿着如此暴露阳光耀心里很不适滋味 陈凯琴伪装吸粉妹找到了芒彪的小弟 并且成功打探到最近芒彪会进一大批火 没有我怕以后没得吃了 放心我现在跟彪哥混 彪哥什么最出名啊 多啊 当陈凯琴想要离开时却被对方拦住想要去嗨皮 车上的张天宁看到后立刻上前冒充陈凯琴的男朋友将他带走 看到他如此维护自己 一直暗恋对方的陈凯琴也内心窃喜 张三你的车在这里 三人还得到消息 庄小华明天也会有一批油画道 而芒彪和他一直都有往来 经过三人的推断 芒彪进的货应该是藏在庄小华的油画里掩人耳目 于是警方提前设卡拦截将庄小华运输油画的货车栏下 果然找到了藏在里面的毒品 可虽然芒彪的货被扫了 但却没有人赃据 芒彪和庄小华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 而就在这一批油画 阳光耀却发现了其中一幅的署名和麦志宏自杀前写下的三个字母一模一样 而这幅油画的署名就是景顺大厦火灾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桑大士 女儿回家突然发现老妈跟老爸用的同一款牙刷后瞬间大惊失色 回想到上次父亲扔牙刷的细节 原来他做的事情早已被发现 而当他转过身后 父亲也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凶狠眼神望着自己 原来自从亲生父亲阳光耀怀疑他的养父是连环凶杀幕后真凶事 陈凯琴就偷偷拿着养父用过的牙刷去做低内检测 没想到他手机上的预约提醒却早就被父亲看到 于是陈法医便将妻子的牙刷给拿出来假装扔掉让女儿去捡 可如今却被陈凯琴发现 为了再次检测他决定第二天一早悄悄去拿牙刷 可没想到养父早就在卫生间安装了监控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拍了下来 阳光耀知道陈凯琴和陈法医感情很好 看到他这样子心里也不忍让他再继续查下去 可陈凯琴却坚持要证明养父的清白 于是晚上看到陈法医来给他送蛋糕 准备试探他一番 故意将其他地内的检测报告放在房间里 果然陈法医趁着他去洗手间的空隙悄悄溜进来 拿起报告翻看了起来 可他却不知道陈凯琴早就在报告的右上脚放了一根头发 只要打开就会掉下来 而作为连环凶杀案幕后真凶的陈法医之所以这样做 只因25年前一场人为大火夺走的39条人命 其中就有陈法医的所有家人 最终因有钱有势的桑达氏幕后操作被定性为意外 所有有关责任人皆逍遥法外 他这才联合麦志宏替天行道 但没想到穿越而来的杨光耀这么快就怀疑到了自己头上 于是他提前联合麦志宏上演一出苦情戏 就是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杨光耀已经查清桑达氏利用庄小华的慈善化展洗飞起 只需要在交易完成的一瞬间人赃巨货就能将其定罪 可就在交易快要结束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外围看守人员非法持枪面对盘查打伤巡警 枪声立刻引起了里面庄小华的注意 虽然警方行动迅速冲进去抓住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 并截获了全部油花 可唯独庄小华却成功开车逃走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就在庄小华以为自己安全时 身后却突然出现黑衣人将他迷晕了过去 周曼一不愧是心理学专家 在还未暴露之前就主动来找到杨光耀 假装说信任对方并配合他搜集老公陈子俊 为了报仇犯罪的证据 杨光耀因为他是女儿的养母 所以并没有将整个事件怀疑到他的身上 而在他的帮助下 警方很快就发现了陈子俊绑架庄小华的藏身体 并成功解救了对方 在警方的劝说下 庄小华答应转为污点证人 帮忙引诱老板桑达氏反港 并且还说要帮忙引荐张天明代替夜色 成为他安插在警队新的黑警 刘伟涛为了保护下属跟踪对方主动暴露自己 并想代替张天明混进桑达氏的犯罪集团 卧底搜集证据 可就在桑达氏多以想让二人自相残杀 则其一的时候 陈子俊已经悄悄将大门锁住 并洒满汽油准备将所有人都烧死在屋内 阳光耀及时赶到并成功 在最后时刻将陈子俊带不回案 桑达氏独自转移到安全屋内 根本就不管手下人的死 还好张天明眼疾手快跟了进来 并成功打晕对方拿到证据 但刘伟涛却在大火中被掉落的段竹 砸中身体阴工殉治 虽然桑达氏被成功抓获 但数字硬盘经过加密根本破解不了 警方没有证据只能将桑达氏监视起来 桑达氏眼见警方拿自己没折心情大好 提出想要吃大餐 就在陈凯琴外出购买时 却在饭店意外遇到了母亲周曼仪 周曼仪声称是因为老公陈子俊喜欢吃这里的东西 所以买来想让陈凯琴帮忙带回去 可实际上却提前在桑达氏的饭菜中下了毒 阳光耀在周曼仪的秘密储物箱内 发现他之前也改过名字 并且也是当年警顺大火案死者的家属 原来从始至中都是周曼仪 想要为自己无不惨死的外婆报仇 当年在葬礼上意外遇到了同样的受害者陈子俊 二人决定联合起来 对有关警顺大厦纵火案的所有凶手复仇 而麦志宏的补习老师也并不是陈子俊 而是周曼仪 他利用麦志宏对他的信任让其帮忙杀了很多人 可就在周曼仪以为桑达氏会被他给毒死时 对方却成功被抢救了回来 于是趁着陈凯琴不注意的瞬间 将对方迷晕抢了他的配枪 准备再去找桑达氏报仇 可就在桑达氏想要逃走的时候 陈凯琴为了就周曼仪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帮他挡下致命一枪 就这样他和陈子俊为了复仇不光杀了很多人 还害死了最在乎的女儿 周曼仪在狱中自杀未遂被抢救回来 杨光耀将陈凯琴死之前 写给周曼仪的信拿给对方看后 周曼仪也幡然悔悟承认了所有罪行 原本25年后的这个时空 所有事件已经尘埃落定 可杨光耀为了救回女儿决定重返93年 这一次不知是真的成功还是处于梦境之中 他终于回到了过去 并且再次见到了妻子 还有小时候的陈凯琴 我就知道你要偷偷跑去查案了 对不起 回来完了 不光在警局见到了年轻稚嫩的刘伟涛 还将叶瑟帮桑达氏做伪证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成功劝说对方回头实案 紧接着还将麦志宏陈子俊 还有周曼仪三人的复仇计划 放在盒子内拿给了对方 还附上了一份重启景顺大厦火灾案的调查报纸 这也成功劝阻了三人的复仇 当然穿越的戏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上演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结局 不过是想告诉大家珍惜当下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爸爸你帮帮他别让小偷偷跑了 老公你快去吧 收到两位卖的